美國商業雜誌副比試公布了名單 發現日本網球名將大阪紙美 是以年收入五千七百三十萬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十五億多元 拿下了最多收入女運動員的頭銜 也締造了女運動員最高收入的記錄 現年二十四歲的大阪紙美 在去年獎金還有代言的收入合計之下 是有達到五千七百三十萬美元的 那麼他的收入大多是來自於代言的費用 比賽的獎金只有兩百三十萬美元 那麼過去這一年半的時間 大阪紙美又增加了超過十個品牌的代言 儘管去年他因為心理健康的因素 所以退出了不少的國際賽事 然後還是靠著代言費賺進了大筆的收入